继续回来第八场赛事 2369曾经去过重化 一班千四很健身的嘛 都很多只的 七号码的恭喜发财初出 初大眼罩初大交叉被枯 先帝游的载遇归来 都是有点失望了嘛 当然他今天常常跑这些group 就是跑这些级制赛 但是都好像见得八八九九 一个平稳的水准 没什么怎么再进 好 黄金甲 是否真的草地不行呢 我都不敢说 不过之前觉得黎地厉害 他只是断着黎地来打而已 草地没近过 我希望他跑得好些 这些级制赛其实确实好 看这幅重化级 百步穿云 第三就是后备的正本开心 上进之声 一排马都堆在一起 这些级的参考性 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不过你也可以留意一下百步穿运 尾那几步 因为这些重化级 现在浅纳不好的那只 你看他的动作也骑得很紧要 照计他是评分高一点的马来的 但是好像也拼命骑下去 反应也不算很理想 不是这样的 很弱的 这些马马已经可以漂亮到出面 已经是留都留不住 回去重化 弄一大量做一大量功夫 他给他的头过来了 加州雷电这只就摆明 想赃杯的了 试园菊草的千七闲 再试沙田的千二闲 千二闲日骑 跟他练过银场历 这次跑千四 这些有避而泥 接着看看超级绿洲 近镜头的 大家都一样配备的 全民皆知 已经不是说这么顶手 是维持这么上水准 这只马 辉煌星 这只马 当然它能力退了 但是马防的保养 我觉得做得很好 其实今季都跑了几个位置 它能力退也没办法 但是保持好的水准 也经常跟它操 经常想交代的马 回到重发 其实辉煌星保持得很好的马 好 这些是初出的 公理发财 内地都1600 跑到胶沙22100 三出可能都热了很多 8号是真妙星 前一场都赢得很好的一匹马 前一场赢之前的试杂都试得好 状态都保持得不错 赢就赢了泥地 今季上季赢了草地 也没问题 好 美丽骁庸 这些其实都不怕你的 北半球现在才好 上次开了竅 终于都赢到了 根本就越来越好 这场我怎么都觉得 加州雷电 功夫也很像 而且我一向都挺喜欢这马 我觉得它上季 其实有机会赢过最佳新马 不是最后那天 因为拍照输了 它根本已经是最佳新马 都没顶 今季已经又赢了两场了 虽然说跑过一次 1400没有上名 但是那些叫初跑1400 现在做足功夫 损了1700米闸 我觉得是可以看高一线的 其他真妙星都是一只很状态的马 因为上季它都赢过这些路程 其实是三边的路程 所以都不局限泥地 有些马又不够锐 因为我还没查 因为四号马加州雷电 它有整六个星期没跑 第一个大宅试菊草1700 接着再试泥地1200 就是很极端 但是期间它有没有想过报名 跑哪场 我都要趁这些时间再看 因为有六个星期时间 另外就是八号马 我觉得应该要看的 那只真妙星 因为上次有谈 今次五个星期 三货拍跳 你看完它 用不同的配备 会有不同的形态 九号马一定要要的 美丽兽园都还要选择 这组赛事都有初出马 先看看血统底细 恭喜发财的 美式法老 这一批恭喜发财 就是第一批美式法老的指示 来到香港了 美式法老在2015年的时候 就威震美国不但只 应该是说威震全球 因为都很多年未出过 美国三冠马王 这批美式法老居然在2015年做到 因为上一批都三十多年前的事 美式法老赢马赢过九场 从14米赢到2400米 在美国跑全部都赢了地赛 一级赛赢过八项 最重要就是三冠三项 美国肯塔基打比 必利时锦标和贝蒙锦标 另外美国肉马者杯经典大赛 他都赢了 真是厉害的 这批马 这些恭喜发财的母系 曾经在爱尔兰上阵 赢过三场头马 都是赢了长路程的赛事 1600米赢到2000米 胶沙地赛他都赢过 最高竞赛成就赢过二级赛 母线家族与其他成员 很多都是中短途马 是个别有些赢到2000米或以上 胶沙地赛有不少都跑得挺好的 这个母系家族里面这批Dutch Art 来到香港的纸子都跑得挺好的 是不错的总马 而Dutch Art自己服役的时候 是英国中央公园锦标冠军 都是一级赛冠军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一批恭喜发财 初期跑短途没问题 但跑下有机会转性能 中距离赛或长路程的赛事 会更适合他发挥 泥地赛他很大机会会跑 恭喜发财来香港之前 在英国和爱尔兰合共上阵 8次赢了一场投马 赢马那仗是1000米的直路赛 直路赛他赢过 右转赛道赛事他跑过 爱尔兰2000年大赛 不过那场赛事他不上名 伟达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选马有3匹 他们分别是超能力 辉煌心 和量化宽腾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有一匹初出即选马 那匹就是当家精神 我真的选но 没什么